北部边境持续遭到真主党攻击 居民被迫逃离 撤退到耶路撒冷的饭店 暂时避难 TVBS走访耶路撒冷 这间收留撤离居民的饭店 他们已经把600个房间 全数给避难居民留宿 总计收留大约1700人 饭店的会议室和宴会厅都被改成教室 以及游乐空间提供给小朋友使用 也有三星团体捐赠文具和教具 给小学一年级新生 在以色列9月初已经开学了 但是因为这个攻击事件 造成了刚上小学的小一新生 没有办法的正常上学 所以有些善心人士 就把这样的盒子 直接带来饭店来捐给他们 可以看到里面包括一些基本的文具 还有些彩色铅笔等等的 希望可以让这些小一新生 他们在功课上面 不会因为这事件而落下 志工团体也主动募捐 提供物资像是衣物 盥洗用具等等 因为耶路撒冷 当地寒冷让这些临时逃难的民众 有充足的保暖衣物 另外还有民众不畏风险 自发信到边境 送食物给前线军人 宠物店老板还到当地村庄 救援存活下来的动物 并且启动领养机制 让其他善心人士 接续照顾毛孩 面对各方威胁 以色列民众团结一致 希望共同度过战火下 最艰难的时刻 TVBS新闻洪富华 刘婷婷在以色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